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他们的祖先在那里签订和平协力 也是在那里他们宣布人人都有无限的可能 后来他们的父母劝说他为了美好的生活放弃梦想 朱迪说他喜欢尝试 想要成为第一个兔子警察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接着是朱迪成为一名警察前的一个小插曲 一只狐狸抢了一只小绵羊的票 朱迪挺身而出 为小绵羊抢了回来 不过期间却是被好一阵奚落 甚至被划伤了脸 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能阻挡朱迪追梦的脚步 他还是上了警察学校 作为一只弱小的兔子 他很不占优势 在各项训练项目中都没有出色的表现 不过这只是开始而已 坚强的朱迪最后凭借自己的努力 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正式成为一名警察 不过却被牛巨长安排做交通血管 也就是在这期间 朱迪遇到了买大象雪糕 再做成爪子雪糕卖给小老鼠的尼克和另一只小狐狸 两人甚至在最后还将雪糕棍都要当成红木卖掉 两只狐狸联合起来演了一出戏 这让发现真相的朱迪很伤心 不过最后朱迪用录音笔给尼克录了音 威胁他协助自己调查动物失踪案 朱迪能够负责这个案件并不容易 他是在警员部族投降秘书的帮助下 使得牛局长不得不同意他去调查谁来失踪的案件 并且规定他要两天内找到水缆 否则就要他辞职 朱迪同尼克一起找到水缆长去的俱乐部问到了他的车牌号 于是他们一起去了车管所 却发现这里的员工都是书缆 速度慢到让兔崩溃 不过最后还是查到了水缆的车牌 凭借这个在兵远镇找到了看起来被袭击过的车 再之后他们顺藤摸瓜找到了大先生司机 在这时经历了金钱的一幕 那个司机突然兽性大发 不过当牛局长赶来增援时 却没有发现那只美洲豹的踪迹 最后在牛局长带来的强大压力下 尼克带着朱迪找到了由群狼看守的精神病院 也就是这里他们发现了失踪的全部动物 不过他们全部都兽性大发 因此保守这一切秘密的诗心市长被撤职 只是这一切并没有尘埃落定 肉食动物食物性大发时的动物城陷入恐慌 尼克也因此从朱迪分道扬镳 朱迪成了城市大言人却并不开心 觉得这一切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 而因此回到了兔子镇 不过在车里找到了让肉食动物受性大发的原因 他回到了动物城得到了尼克的原谅 一起查明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一切都是头羊秘书的阴谋 他让手下给肉食动物射击了由一种花制成的子弹 使得他们受性大发 最后朱迪和尼克经历了惊险刺激的一段调查之旅 还一起演了一出戏 录下了头羊秘书的口供 成功地破获了案件 破灭了头羊秘书想要食草动物 惧怕肉食动物掌权动物城的阴谋 同时也正是在这次调查中 尼克道出了自己想成为童子军 却因为是肉食动物而不被接纳的童年 最后在竹地的带领下也成为了一名警官 疯狂动物城到了这里也就达到了尾声 最后的竹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让动物城变得更加美好 所有动物共同生活在一起 没有歧视 没有群压 也使得我们知道梦想还是要有的 万一哪一天就实现了呢 但是我们下期bot并将会打开 我们下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